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核四公投来应付民意 那朝延也协商在公投前 不得追加任何的薪加预算还有工程 所以等于其实把核四冻下来了 那我们民间就在等政府到底要怎么决策 政府说要交由人民决定 但是我们认为那个核四公投是鸟笼公投法 对人民是不公平的 任务可忍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在核电里面 这些看不见的伤害 其实在场内伤害的是 所有核电的工人 而在场外其实就是伤害大家 伤害各位民众 这些东西在台湾不是没有例子 达了15年的RCA就是 可是其实这次的例子 在这边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一而再 再而三的告诉大家 可是政府不管 就是不管 在台北这边的北台湾的废荷大游行 我们是下午两点游行集合 那这次呢 我们游行跟去年不一样 我们这次分成了三条路线 有三个出发点 那我们这三条路线呢 会由不同的社团 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大队的特性来代表 然后呢 最后呢会在凯道会师 这是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总共分三条路线出发 在三条路线我们都会针对不同的政府机关 还有不同的参与者 有不同的设计 那最后呢 在五点半的时候呢 这三条路线 会整个会合到凯道上 做最后的返和的大会师 还有备合晚会 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半 中复游行是下午一点 三月八号下午一点 在台中市民广场集合 台中市民广场集合 那游行路线呢 是从市民广场出发 走工艺路 美村路 台湾大道 最后再回 这个台中市政府广场 做这样的晚会 那东台湾的特色 除了游行路线之外呢 他们还安排了一个万人废盒排制 然后呢 引起了空拍的团队 要从下来往下空拍 他们要排一个废盒的 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我们今年也是第三年 跟全国北中南东同步 要共同九丈街头 为了我们的非和家园而努力 那今年在三月八号那天 对台东来讲很重要的是 我们再一次集结了 台东是来自于全台湾族群 最多有七大族群的地方 我们这七大族群 全部都会走上街头 为了就是拒绝合肺料 送到台东来 拒绝合肺料到原乡去 政府说稳健检合 各位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表格上贴的 这是假的 我们分辨出来是假的 那呢 政府其实是权力永和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大家其实分辨出来 政府现在讲的稳健检合呢 其实呢 他就希望核四能够续建 还希望核123要延长使用年限 其实根本就是权力永和 好 那我们再来问大家 政府说的核四安检 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核四安检是假的 核四安检从去年到现在一直的拖延哦 最后他这个安全检查是以通过以安全为目的的安检了 这根本毫无把关的功用 如果民众以为核四安检能为我们把关 这就是被骗了 那什么是真的呢 核四强行装填燃料棒 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好 今年政府要强行装填核四安检棒 所以今年是关键一战 我们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这个是真的 大家民众必须要搞得清楚哦 好 为什么我们大家本来讲的 因为我们觉得政府是用谎言 用假的来欺骗我们大众 好 所以我们现在都举假的牌子 我们大家一起来喊一个口号 核安是假的 核安是假的 核灾是真的 核灾是真的 好 308费核游行 308费核游行 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核安是假的 核安是假的 核灾是真的 核灾是真的 政府是假的 政府是假的 人民是真的 人民是真的